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蔡英文在日本訪問 按照民間的評價 是說他漸入家境 表現真好 表現應該從什麼地方來看 日本的接待的規格 對他的評價怎麼樣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看看蔡英文的格局跟氣度 那麼這個中國時報的民調說 蔡英文跟馬英九現在只剩下 差距只剩下4% 我們把過去幾次 中國時報所做的民調調來看 那麼從差距10%到6% 現在只剩下4% 蔡英文做了什麼或馬英九做了什麼 為什麼民調蔡英文逼近 大家都知道中國時報比較偏難 如果按照美國在台協會 昨天我們給大家看的危機解密 往往都故意做好國民黨 看壞民進黨 如果用這個角度看 那麼現在民進黨很可能 小英是贏馬英九的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解讀這個民調 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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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自己也做民調 說高雄他們現在是贏16% 16% 那麼中國時報的民調是說 小英在中章頭也贏了 那麼決戰中章頭 為什麼會贏 中國時報今天有個社論 說不要再吵了 633根本不可能達到 那不是阿婆生的兒子 那是不可能 633達不到 那麼中國時報的社論是說 不要再吵了 不要追究了 那個本來就達不到 那我們認為應該要追究 因為很多人是因為633 當時的支票投給馬總統 那麼完全執政完全負責 為什麼可以不用負責 所以今天我們繼續 要來深入的追蹤 趕快來介紹來賓 是前世報周刊的總編輯 吳國動 郭東兄 你好 宏益好 台灣 好 另外是民進黨的發言人 莊瑞雄 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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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宏益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以及東風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徐永明 徐老師 徐老師 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好 以及政治記者 鍾連黃 您好 你好 宏益 郭北洋 您好 另外是台北大學 工刑系副教授 何漢俊華 說話老師 你好 宏益好 大家好 好 新台灣國策智庫的助理研究員 何博文 博文 你好 大家安安 大家好 那麼蔡英文到日本 本來極有可能變成首相的前緣成師 也跟他見面 那據說還有另外還有前任首相 要跟他見面 那日本的國會議員 一排是歡迎蔡英文 以及跟他對話 我們先來看副戲啊 我們懂得反省 懂得檢討 只要我們能夠團結 我們會很快地恢復我們的元氣 自民黨跟這個民進黨 是現在在同樣的立場 就是我們都是同時 希望這個靖泰國的政權 這樣的身份 也就是彼此這個簽說 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弟弟岸信夫 看到同樣是在野 力拼重返執政的民進黨 當場和小英來一段英雄 習英雄 只不過日文 的蔡主席 從一大早拜會 日本民主黨高層開始 耳朵 嘴巴都離不開 翻譯小姐 在眾議院副議長官邸 幸好有留學過日本的謝長廷 稍微幫忙hold住場面 前一天售票演講會上 日文一把照的黨內幕僚 林成衛 臨時充當同步口義 兩個小時翻下來 累到差點 臉上三條線 林教授是我們民進黨 前國際部的主任 還有我們的北海道大學任教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的翻譯一定是非常的精準 報英文行不通的日本出訪 想必蔡英文深深體會 什麼叫做出外靠朋友 剛剛那個VCR大家最後看到那位日本人 他其實就是前緣成師 他是本來日本的外務省的這個大臣 也就是他們的外交部長 極有可能是接首相的 不過後來好像沒有成功 那麼這是今天中午時報 發出東京的這個新聞 說日本人很捧場 那蔡英文的演講會坐無虛席 演講會上互動很頻繁 日本有人紛紛對台灣在311大地震後 捐巨款贈災表示感謝 而且有人提問的時候還說 民進黨是唯一捐款給日本的台灣政黨 李正輝自由會的事務局的局長 叫又緣鄭靖 他說演講會事先有320個人報名 但後來有許多日本人都到現場報名 最後400多個位置幾乎都被坐滿 那麼這一次 蔡英文在日本可能會見到兩個前首相 其中是申喜黨安倍晉山 跟鳥山遊記夫 我先請教一下徐老師 我們怎麼觀察蔡英文 這一次在日本的評價 洪爺我覺得這個跟他去美國 其實都一樣 就是說 其實蔡英文之前已經去過日本了 我想這次不是第一次去 可是這在選前去 其實是相當重要的 我想日本政界也會想要了解說 台灣下一個可能的女總統 他對目前兩岸關係 或所謂東北亞局勢的看法是如何 所以你看他一到日本 你要第一個問的是什麼 就釣魚台 所以我會覺得說 他去其實跟去美國一樣 一方面讓國際安心說 一個新總統產生以後 其實對兩岸關係或對亞太局勢 是不會有重大的改變的 甚至台灣的 他對台灣的利益看法是什麼 另外更重要 我覺得對國內選舉的影響 是這樣 那時候為什麼金捕聰一定要跟去美國 因為他們很清楚知道 台灣人很重視說 我們的未來領袖跟國外的關係 跟外國關係是怎樣 所以他那時候飛去不可能 因為馬來就沒辦法去嘛 我最近去大概也不會有什麼表現 弘以 可是去以後你看 回來輿論反應都不好 這次去日本 我覺得他們是冷痛不去 因為他們知道說 去 蔡英文影響會非常大 去 整個台灣內部對這個事情的反應也會很強 弘以 所以今天他們怎麼處理 叫農委會主委出來告 說要查什麼 查蘇嘉全的地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弘以 台灣是活在一個國際社會環境裡面 全球化 台灣大部分都靠外貿 跟美國關係很重要 跟日本的關係也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 台灣人要信任一個新的總統產生 我覺得能把美國日本處理好 是相當重要 當然中國也是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是展現這個面向 我覺得對他是加分 我還是回來講 中秋變盤 他從美國回來以後 蔡英文氣勢是一路向上 我覺得 去日本行也一樣 一次都是加分的 讓大家知道說 民進黨是有能力的政黨 陪去了 之前的 許世凱 對 許世凱 之前的日本駐日大使 之前的行政院長也是留日的 不是只有 國民黨才有國際觀 民進黨那也是人才幾幾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去很好 而且宏益 去日本很快就到 三天兩夜 我覺得成效會非常大 是 這個前緣程師我要特別提一下 最近蔡英文一直拿來 碰風的台日投保協議 他說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不是 很多學者都說過 不是 其實是因為台灣長期 跟日本友善的關係 特別是311地盪 我們台灣 管這麼多錢 讓日本人很感動 這類前緣程師 就是他在他的任內 對外務省大臣的任內 就是積極在推動 台灣跟日本要簽 投保協議 非常關鍵性的人物 所以他對台灣了解 而且對台灣相對是友善的 其實因為台灣跟日本有歷史的 有一些歷史上的淵源 日本普遍來說 對台灣是相當友善 台灣兩個政黨裡面 顯然他們對馬英九主政的 這個國民黨是不友善的 白白國民黨 過去你政府當總統的時候 我們跟日本關係很好 同樣白白國民黨 換一個馬英九 日本人就開始對馬英九 感覺你好像對我日本 不是那麼親近 尤其馬英九好幾次 藉故去搞這個釣魚台的爭議 所以日本 維基解密曾經講過 日本前駐台大使 在2008年選前曾經講過 他們是比較希望民進黨當選的 因為民進黨當選可以 維繫跟日本比較友好的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 編政府八年其實跟日本關係很好 免簽證 承認駕照 這都是那些完勝的 所以基於這個因素 我相信日本的朝野各界 對蔡英文接待的規格 絕對會高於馬英九 我們叫過去也去過日本 選舉前也去過 當時接待的規格 絕對比不上現在的蔡英文 因為那個倒不是說 這個純粹外交上的禮遇 而是日本的朝野 對蔡英文顯然是有 比較友善跟比較期待的看法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這三年來 日本最關心台灣的 他們最關切的什麼事情 就是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因為日本跟中國也很近 日本過去跟中國打過戰爭 所以這個歷史糾葛非常複雜 有一個動作 正處於日本的宇納國島 就是沖繩縣最南端的一個領土 在我們花蓮外海一百多公里 很小的一個島嶼 宇納國島 日本過去是 那邊有鎖日本人 但是派警察 沒有派軍隊 日本有一段 國會說 他說決定要在宇納國島 要興建一個永久性的軍事設施 這個軍事設施要做什麼 他不是說要駐軍 他主要是要觀測海空 當然對外說是說 我們要觀測這個海象 其實他在擔心什麼 他在煩惱說 有一天如果台灣 沒有站在日本跟美國那邊 有一天台灣站在中國那邊 蘇凱30 就不是從浙江起飛了 他是從花蓮加山基地就可以起飛了 潛水艇跟航空母艦 這件事從花蓮港就直接開出去了 宇納國島 剛好就在花蓮的東方外海 一百多公里的地方 你覺得日本在那邊搞一個觀測站 可以觀測海上的動態 跟天空中的動態 難道是為了防堵台灣嗎 台灣要打日本嗎 沒有 日本是已經關切到這樣的程度 所以你想 我相信蔡英文這次去日本 除了釣魚台 當然釣魚台是他們一定要問 我相信日本政壇最關心的是 未來你如果總算 你要怎麼處理跟中國的關係 以及你要怎麼處理 台灣跟日本的關係 甚至是中日台三邊的關係 我相信蔡英文這次去 一定會對這個三邊的關係 會交代得非常的清楚 這是這個重點 不過我自己看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 蔡英文去日本 他說什麼 他接受日本媒體的聯訪 包括日本的朝日新聞 日本的獨賣新聞 跟日本的產經新聞 三大報 都刊載了對蔡英文的專訪 蔡英文說 他期盼台灣日本加強友好關係 並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FTA 我覺得就是說 一個在那裡的主席 他拿到國外 他想的是什麼 為台灣好 對 他想的是國家 不好意思 那如果 金小刀去美國想什麼 想到選舉 他想的都是選舉 怎麼搞蔡英文 你還看沒有嗎 人家會尊敬 就是說 你蔡英黨 你來了 你還是為國家 你還會記得 馬英九 黨軍還有黨幾百 七十幾百 七十幾百 七十六 七十六次 這就是最大的差別 他想的還是國家 我給大家看一個新聞 對照 民視新聞 說蔡英文訪日行程 三天 三號下午抵達東京 受到台橋熱烈歡迎 接濟的台橋透露 駐日代表馮濟台 也到了機場 不過他不是接蔡英文 他是來接他太太 在蔡英文抵達之前快散 我要請教 馮濟台是國家任命 還是國民黨任命 當然是國家任命才對 那國家任命 應該是接待這個主席 蔡英文去美國 連美國的台 我們待在美國的台塞 研究室也不敢說 沒有去旁邊接 你說不管說蔡英文去英國 英國也是一樣 我們台塞也要去接 只有這個風濟台 所以我們長在討論說 金普聰你應該要去 你應該把任務交給風濟台 交風濟台 這檔員收 所有的華僑來歡迎 真的對 但是不敢 其實現在他們在討論 黃日的影響很大的風濟 我們找到意料到了 對美國回來 我們看到 那些英文的信心很高 之後 不管說是第二項 也算台灣跟日本的關係 比如說跟美國 比較窍外 比較多 那台橋在日本 因為現在 日本對中國開放 很多中國移民去日本 頭頭也好 一些台灣人在那裡 快受不了了 沒有自己 但是沒有祖國堂扣 出來外面的都是中國移民來 他們撞不住了 所以外面去可以看到這個 但是雖然表面上說 風濟日本跟風濟美國 都一樣 但是有一點 我是日本不一樣的地方 他去美國風濟是 美國那個國會議員 還有五角大廈接近 跟他在說風濟 這日本大家注意 不是只有條約 這些官員跟議員 實在是商界 日本是政商很密切 日本的大部分一塊 政策都是 成立人大企業的手套 這些大企業 跟對台灣 是因為我們破了一種 那種干政策 雖然英文這大企業 不是只有看到表面上 這些議員跟他在說 後面有這些大企業 在看如果要簽 自由貿易協定 有這些東西 那都是跟經濟 有問題 有關係的 來... 再看一次 蔡英文是說 拜託日本跟我們簽 跟我們的國家簽 自由貿易協定 因為是國家 逢季台 沒關係 你接太太也是OK 太太也應該接 但是聽他說 接太太 太太是 前半小時吃 對 你太太前半小時接到了 你說 老婆 我還要接蔡英文 你先在旁邊休息 這是公務 這樣子 為什麼他接完太太 散了 我要請教他說 這個人是想到國家 還是想到說 這是我是國民黨的 還是想到說 那是民進黨的 請教一下徐老師 弘議我覺得 這個東西 真是顯現 這個人才是最近要換掉 最近不是 外交部在大班封嗎 就張曉月也被換掉啊 然後那個誰 那幾個外交部的高層 要動來動去 弘議這個人才是應該要換 如果你不接就算了 弘議 還要去接老婆耶 對 接了老婆要知道 他知道蔡英文要到 他知道啊 他有沒有在那邊等蔡英文 沒有 蔡英文是台灣最大在野黨的主席 這個在野黨之前是執政黨 我想請問 馬英九去日本的時候 許世凱沒有去接嗎 馬英九去美國的時候 吳釗憲沒有接嗎 今天 你蔡英文來的時候 馮繼來是這樣的態度 你如果說不文不文就算了 弘議還去了耶 去了以後 大家都知道他來了 也刻意不接 我的意思是說台喬都看到他了 對 那他之後台喬看到他 看到了 他還這樣處理耶 不疑的 我在想說搞不好 因為這樣子所以沒有 這個不用換啦 不用換啦 對 張小月是不是因為在英國 去接蔡英文所以才被換掉啊 國民黨出來講清楚啊 我今天要講的是說 弘議不要說在 這是馬政府的格局嗎 這個氣度嗎 弘議不要說在野黨主席啦 也不要說什麼總統候選人啦 就算是立委啊 一個立委去喔 代表搞不好都在那邊等啊 嗯 今天是在野黨主席喔 他把蔡英文動作什麼 空氣 空氣 不是 風議 風議正在日本的夢人體 一個人的投訴 他投訴是怎麼 那一個投訴 他應該說我們台灣更好對不對 不是 他的投訴是每個民進黨過去 都在鎖國 跟中國關係搞不好 所以影響整個東亞安全 這樣子的大使 你會期待他去接蔡英文嗎 別把蔡英文批嘴 我就懟命就好了 她心中根本在仇恨民進黨 哪有可能去接他 可是陳日平時代好像也讓他當大使吧 我告訴你 他在中美洲好像是尼加拉瓜大使 我跟總統阿兵總統一起去過 他那時候去做簡報的時候 也是總統長 總統短 好有禮貌喔 我不曉得為什麼現在是不是 去日本三十年吃太多 整個人都翻證了 不可以這樣講 三十年吃人不翻證 我是比喻啦 我沒辦法吃吃虧啦 翻證啦 整個人變成這樣 你一個大使 你不去做外交也就算了 你還在日本的媒體投書 在罵台灣最大的反對黨 這種人 我同意徐老師講 罪該被換掉 但是不好意思 以馬英九的標準 這種人搞不好會高升外交部長 如果讓馬英九再連任的話 是啦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不管這個民進黨國民黨 你該做的事情就要做 這個叫格局 這叫去對 這叫行政中立 馬總統 你的官怎麼會這樣呢 你叫行政中立嗎 你不處理嗎 台灣的北省會從這裡看到 台灣的北省會從這裡看到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 進廣告